记者苏福南高雄报道,2018第15届中国婚礼职业技能大赛 台湾首次组队参赛,表现一名惊人,11名选手拿下五金二统佳季 其中,由高雄树德科技大学行销管理系王思亭和室内设计器张永志校友所带领的报喜罗创意婚礼团队 以台湾奉离苏之心的创意婚礼主持,夺得创意婚礼主持金奖 张永志并以高雄卫物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新颖建筑为背景 为新人所拍摄的浪漫创意婚纱照,拿下婚礼摄影金奖 这项赛事在中国四川成都热闹登场,总决赛包括中国20多省市及自治区 台湾代表团继131人,竞争十分激烈 王思亭出赛前罹患重感冒,尽管体力透支,仍强达起精神 秉持快乐婚礼找思思的工作态度和精神 完成高手云集的不可能任务 王思亭表示,国际赛事不是一人团队 此次整个团队不分彼此脑力激荡与创意点子 创新的视频涉录,主持稿的润稿,令人疯狂的凤梨苏烘焙 行政支援等合作无间,是只剩关键 树德科纳行销系教授黄庆元表示 王思亭大学时期在行销活动设计规划及十分活跃 拿过两岸三地难度最高的时报金赌奖铜牌 并在大三开始涉猎婚礼主持工作 年纪虽轻,资历,经验却相当丰富 堪称是南台湾婚礼主持一届 未来在两岸三地前景无限 未来在一届 未来在门上三方的仕掌中 未来提供金赌奖铜牌 未来可能免材 未来必须